那武术学好的是个常数 以后男人得争着抢着要你 真的假的 真可惜 那这么说 大爷定然很喜欢大奶奶了 他呀 那可以说是相当喜欢的 非我收拾的服务贴贴 可听我话了 可真是那个话 不用好 你们过 我让那些孩子去找你读书 还真不是为了接近你 那些孩子吧 都背井离乡 终日犹在市井里 要是没有人引他们走正途 那以后就成贼成强盗了 我也是为了他们的虔诚着想 让他们读书识字 直礼仪廉耻 以后也不至于走入歧途嘛 这些想法是不错 可你为何不找其他的四叔先生 天明找我 爷可是最有才华的 我为什么去找那些 不知根底的先生啊 我得给他们巡视上最好的先生 爷可是最好的 那怎么 可能 都日不见 一点涨金都没有啊 我在府里的时候就同你说过 多去外头的世界看一看 不要变成井里之蛙 你市场好的人多了去了 谁说我是最好的 在我心里 爷就是最好的 这次喝酒 每个人都不用酒 都不用酒 还会喝酒 快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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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好了没 好多了 你要跟我一帮你吹吹吧 许是杀死金的眼睛 这孩子今儿怎么了这是 威阳 儿子 给我吹一下 太太 我帮你吹 不要 儿子 眼睛好痒啊 快点 那今日你忙里忙外的 原来是在忙这些 是啊 我都累坏了 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 能不能抱他不了我 那你想要什么 给我生个儿子 我怕死了 那是什么都要是要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